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童童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嗯,少女,对,我就是少女 下面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吧 我出生在一个美丽的古城 它的名字叫洛阳 古城质朴的气息陪伴着我成长 一砖一瓦间,组成了我童年的诗 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漫步在古城中,满街的古建筑 古色,古香,气韵生动 厚重古朴的石板路 已经被踩得光滑油亮 情犹如玉 它们仿佛在诉说着古城曾经的辉煌 这么多年过去了 古城依旧是古城 而我还是我 每一天都在改变和努力中生活 舞蹈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有时候我也会憧憬 我的舞台究竟在哪儿 终于,2017年1月份 因为一次偶然,让我抓住了梦想开花的机会 从此开始了我的歪歪梦想之旅 整整一周 面对着空无一人的直播间 让我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 直到后来 天使哥,子墨,二哥等人的鼓励与支持 让我心生感激 因为你们的喜欢 让我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因为你们的宠爱 让我一瞬间仿佛有了盔甲 同时又有了软肋 因为你们的呵护 让我梦想成真 做你们的公主 但是 不可抗拒的因素 让我不得不暂时离开最爱的你们 四个月的时光 漫长且孤独 没有你们 生活仿佛失去了色彩 一个人走在路上 也会怀念 当时你们陪伴着我的日子 快乐且幸福 一距一离别 一喜一伤悲 不是因为在最好的时光遇到了你们 而是因为有你们在 我才拥有了最好的时光 我终于明白 究竟什么才是我最想要的 所以 我回来了 在你们的支持下 蔡新公会 犹如希望之光 照亮了我的生活 在此 我要特别感谢一下我家小姑姑 对我不离不弃的吴明哥和九哥 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 无所不知的小霸气 以及我人相当的一个贵人 小火哥 有穷必应的L哥 等等 感谢蔡新所有的主播 陪伴着他一起成长 未经许可,不得不动的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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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